台中市清晰新文艺学会成立迄今已经满46周年 属于艺术多元性的社团 而这几年积极走入群众回馈国军 陆续是举办了书画艺术巡回展活动 这次在葫芦顿文化中心举办了汉墨洋溢连展 展出书法绘画传科等80多件的作品 正逢持续转变 作品也多和秋季有关系 他在很悲伤的情境里面 他又突然会跑出一种很豁达的心球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透过行楷表现出中秋之夜 他一边赏乐一边饮酒 丝骨忧情中透露对世事变化无常的体悟 台中市清晰新文艺学会成员 又这幅作品点出了秋天的味道 在中秋节的时候看到月亮 然后他就想着我眼方的亲人 跟我看着同一颗月亮 你想那种心态其实是很微妙的 然后他就从这里开始想到说 我很想飞到月亮上面去 我很想去看看他上面的情况 但是他又 因为他那时候是被扁出到黄州去 所以他的经意也不是那么好 台中市清晰新文艺学会成立满46周年 这几年积极走入群众回馈国军 陆续办理书画艺术巡回展活动 这次以汉末洋溢为主题 在葫芦敦文化中心举办连展 由于正值季节交替 多数作品也都隐含秋的联想和描写 在秋天 那个树叶就有点泛黄的时候 记忆就相当深刻 所以说我这边 我随的是大坑四号步道 在秋天的一个木栈道一个景色 然后那金色的线的话就是 我觉得是我自己对生命的记录 然后对家族就是记录的轨迹啊 一些比较生命上需要过滤的 我就把它用线条去沉淀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我们的宗旨是要推广艺文活动 然后深入社会层面跟民众交流 台中市清晰新闻艺学会表示 近80件作品都是会员最新创作 除了相互观摩底力外 也希望带给社会一些艺文正能量 记者李静阳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